接下来的讲题是化合物半导体与制价未来 这个专题我们邀请到的是文贸半导体 黄志文资深协理来为我们进行分享 请各位用掌声欢迎黄协理 Our next speaker is Dr. Chuck Huang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from Wien Semiconductors Corporation His topic today is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t drive Let's welcome him 谢谢 各位业界亲近大家好 我是文贸半导体的黄志文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化合物半导体在这个电动车的一些应用跟机会 那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化合物半导体不是那么的熟悉 所以待会在有限的时间我也会很快的来介绍一下 那首先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意这个车子的这个topic 不好意思 调比较多 ok 好 因为这个车子的市场 现在来讲的话其实成长并不是那么快 约略大概一年的新车全球大概是八千多万台 那随着时间足迹成长将来大概只要计在一年的话呢 大概会有一亿辆那个新车 所以其实从车子成长呢 它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快速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专注在电动车的一个部分 你就会发现有截然不同的一个意义 它的这个成长的速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那这个电动车整个相关的一些销售的动能 我想就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就非常重要 那当然今天我们要聚焦在哪里呢 聚焦在车子如果都是一些既有的一些元件 我想各位可能也不是那么在意 那我想要echo到今天的我们的一个主题 就是车用半导体驾驭新未来 那我们一定是focus在新的一个东西 那新的车子的应用有哪一些呢 我今天有带来一个很短的一个短的影片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说相较于现在车子 那未来车子主要的一个未来 是在哪个部分 但习惯之后呢 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景点 包括刚刚李萨基础的AI景点 那在车室内呢 也会来监控这个驾驶者的一个 驾驶的一个状态 甚至包含了乘客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都是称为叫黑打相关 我想刚刚这个ISP的这个讲者来提告 当然有一些光达 在这些相关的应用里面呢 我想除了传统的细半导体之外 你用了非常多的这个化合半导体 那为什么化合半导体有什么 它的一个优势 待会我会简单的把它 很酷强 然后跟各位的报告 好的 那这些新的应用呢 其实有很多是基于化合半导体 那我就把它简单盖分为两个部分 那就是用在所谓的无线通讯的RF 跟所谓的光的一些应用 就主要是这两个 那这两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都跟化合半导体息息相关 那为什么呢 我们先从RF的部分来看 就是这个无线通讯 其实现在的车子 新的车子出来讲的话 有很多其实都已经有内建 无线通讯的一些系统在里面 那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其实都用到化合半导体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需要化合半导体 而不是用各位所熟知的这个系 这个半导体就好了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本身的这个原件的一个特性 物理的半导体的这个物理特性 因为它的传输速度很快 大概是多快 大概是一般系半导体的 大概是六倍 那这个约莫就等于 如果系半导体是一台摩车的话呢 那这个电子在这个化合半导体传输度就像一台高铁一样 那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特性在车子的应用有什么好处 OK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车子的一个应用来讲的话 其实5G的规范就已经有定义了 5G跟相较以前的4G、3G、2G 最大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呢 5G有一些新的应用 那这里面包含了所谓的超宽的一个平宽 就自由量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直觉 因为好像2G、3G、4G都是一样 穿速是这样变大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低延迟 那为什么要低延迟呢 是因为将来在自驾车的时候 它要有一个快速的反应 来确保这个乘客跟驾驶的安全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就需要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反应的动作 那5G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规范在里面 所以我们很快看一下 其实5G的规范在随着不同的时间 它有不同的定义 早先在这个R14跟R15的时候 它主要是定义就是像车子跟车子之间的彼此的沟通 例如说谁先转弯啊等等之类 那到了这个R16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建置在更广 在很多非车子以外的一些 有点类似所谓的智慧城市 能够提供更多的资讯给车子 那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需要一些RF的东西 当然也都是有化物半导体的这个影子在里面 那我们就大概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使用的场景 在未来 不管是车子对车子 车子对行人 然后路边的一个推波装置 那很多 大概每一个有发射的一个部分呢 都需要这个化物半导体 所以在未来来讲的话 其实化物半导体在 测用电子无线通讯的这个使用的范围 其实是相当广的 OK 好的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forecast 这个不管是在车子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5G的应用 或者是车子里面的这个 车子以外的这个 所谓的V2X的部分来讲的话 随着时间 都是逐渐逐渐的一个成长 好 那刚刚我们已经看完无线通讯 那这个在车子在未来这个新的应用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是在光的一些应用 那很多其实因为看不见 因为它大部分其实都是不可见光 所以各位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在未来呢 你会觉得说这些应用非常的新颖 会让你眼睛为之一亮 好 这个锡呢 其实广泛的应用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 很多的这个晶片都是有希力肯在做的 高速运算啊 AI晶片 可是呢 各位想一想 你有没有看过会发光的锡的晶片呢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天生的一个特性 因为它本身呢 它不是直接能锡的半导体 所以它不会发光 所以无论如何 你现在看得到的一些 不管是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照明啊 或者是 也不是不可见光 手机的这个所谓脸部辨识 其实呢 只要发光的东西呢 都是有化合半导体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那经过这个所谓的一些 这张图虽然比较专业一点 但是我大概解释一下 因为化合半导体其实不单只一种材料 很多材料 你只要是金格常数相同的 你去做累金之后呢 其实呢 你就会控制它的发光 这个除了可见光的红尘黄绿蓝链子之外呢 不可见光的也可以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很厉害了 它就可以做出很多相关的一些不同的应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未来在车子里面 我们很多的讯号其实都是用铜线 例如说这个车速啊 多少啦 然后很多几乎都是铜线 可是在未来有很多的讯号 铜线可能已经传输的资料量不够 速度不够快 那我举两个例子 就是说在未来来讲的话 例如说这个高解析度的这个摄影机 车子现在其实都在周遭有很多摄影机 那将来可能4K 8K 这样的一个传输资料量很大 如果又要做这个及时的一些计算来讲的话 那可能就是透过所谓的光线通讯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光达 那一直不断的在监测这个路况 那这样的回传的资料量也是很大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至少这两个部分呢 在未来 这样大到个地步的时候呢 就会转换到所谓的光线通讯 那有一个词叫做光镜同退 同线的部分呢 可能会退下 这是其中一个应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 比较大家比较知道的 就是所谓的 这个 ADAS 那这个又分车室内跟车室外 那在车室内的部分 它的应用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各位的手机的这个 所谓的脸部辨识的这样的原理 你把脸部辨识的这个功能呢 往外 把它当成车子 车子往外 然后把这个功率把它加大 你就把它想成本来在辨识你的人脸 辨识这个外部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辨识的部分呢 又分车室内跟车室外 将来车室内的话呢 就是可以拿来监控 这个驾驶的这个状态 它的精神状况好不好 还有就是说这个乘客 的一个状况 都可以做一些安全的一些监控 OK 那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当然光源的部分 有好几种不同的光源可以来使用 但是呢 这个雷射二极体来讲的话呢 它比较 怎么讲呢 它的精准度是比较好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可以比较明确的辨识的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光达 光达我想 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一点 那这个现在来讲的话呢 自驾车有的 有些车厂 它的做法是用照相机 那当然以我们这种 从事这个相关专业领域的 可能会认为说这个利用 所谓视觉的方式 其实危险性颇高 那可能还是要用光达 拿来做一些自驾的一个系统来讲的话呢 它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也是另外一个这个化合半导体 在未来车子的这个应用的一个范例 OK 好 那所以这是一个 YOW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报告 那就是说这个光达的市场 在很多不同的应用的一个领域 那当然我们就focus在两个最大的 其实都是车子相关 那这样的图我相信 各位应该是屡见不鲜 但是我想在所有的这个电子产业的各个领域的 我想光达的它的成长性 这个所谓年复合成长率 这个其实是相当大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想是值得大家参考一下 好 那我想我今天的一个介绍的部分呢 我想要用这张slide呢 来做个总结 那虽然我没有刻意的介绍我们公司 那我就用口头的方式 那来跟各位这边来介绍一下 那文化半导体呢 其实从事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到的这个化物半导体 那这个可能大家听到这个系的这个台积电 常常听到很有名 就是这个护国深山 那文化半导体呢 在这个化物半导体的这个代工的这个领域呢 其实我们也表现得还不错 还可以 我们现在目前是全球这个市占率是第一 这个市占率的这个部分来讲 纯代工的部分大概有超过七成的一个市占率 那我们的一个技术呢 现在目前广泛用在很多 不管是无线通讯 或者是光通讯 那例如这个现在的5G 包含了基站 包含了这个卫星通讯 那我刚介绍的都是 不管是现在或者是在未来 车子相关的应用 那当然还有前一阵子很红的 这个所谓的元宇宙的部分 那最后就是还有很多3D的感测 等等之类的 我想都会有这个化物半导体的影子 那我最后呢 conclude 我就要echo到今天的一个主题 就是车用半导体 那加以新未来 我想经过我的介绍 希望说在座的各位 能够对这个车子在未来的一些应用 有一些想象 那也能够透过我简单的介绍 能够了解到说 那化物半导体 在车子的新应用里面 又扮演哪些角色 OK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谢谢文茂黄资深协理 为我们带来精彩分享